在油麻地一处繁华街巷中 隐藏着一家有近一个世纪历史的特殊影视 在数码影楼遍地的今天 这是香港为数不多的仍使用胶片的照相馆 沿窄窄的楼梯设计而上 记者见到了影视的老板 已过古稀之年的林国盛 拍照 显影 定型 直向 胶片摄影工序繁复 过去几十年林国盛几乎以一己之力 支撑着这间不大的影视 与这里结缘是在他六岁那年 林国盛在家人的带领下 到这家照相馆拍下了自己入学的第一张证件照 林国盛回忆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当时的香港处于战后时期 百废待兴 粮食房屋供给短缺 由于没有完善的身份证明系统 照片在一段时间里 发挥着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白米石油等生活物资 都依据全家福照片上的人头供给 新生儿从降生 入学 毕业 到工作 成家 生子 甚至生命结束都需要影像印证 彼时香港影楼红火 遍布九龙新界 最多时开设四百家有余 一九七一年 二十岁的林国盛 进入影视当学徒 自此入行 如今 半个多世纪过去 这家影视 依然维持着胶片摄影的传统 在林国盛看来 随胶片日渐示威 但他仍有着数码照片 无法替代的质感和情怀 现在很多证件都电子化了 都要收电子档案 就不收我们的照片 懂得的师傅 很多都转了行 做保安 年轻人就去到驾车 因为数码之后 很多东西都简化了 不需要飞泥 一拍即可看 这些是一个时代的改变 数码就是电子打印出来 飞泥就是微粒 显影 定影 接着再放大机 放一张照片出来 是微粒冲晒 这些是两种制度 但你要比较 我才觉得 都是飞泥漂亮一点 层次 深度 随着数码影楼一座落地 胶片摄影价高不说 去照还需等上一周 小店的顾客逐年减少 正因如此 邻国胜对每一位 光临小店的顾客 都异常珍惜 向方设法 为镜头前的人 拍下最合心意的照片 他已经患了脱症了 癌症 肺癌 然后拍张靓相 你又怎样忍到他笑 你又没有心机 就是车头上 我就说 哎 你就当中了纳彩 他听见中纳彩多开心 那你马上就很厉害了 那我就捕了到那张 是他轻松的样子 那他拍了一张照片 没有来拿 那他女儿来拿 那他女儿一见 他爸那张照片这么漂亮 呜低下去哭 他很感动 他爸已经把漂亮的照片给他 那这样就是 啊 讲到那张照片的价值 交谈间 陆续有顾客来到店中取片 无论新客 老客 林国胜总是不厌其烦的 将相片的底片 当面取出交给顾客 他认为 只要留住底片 照片记录的美好瞬间 就可以长久保存 这个特级照 这个普通 OK 好了 好了 这个笑容都OK了 对了 这个底片也熟 知道 哇 漂亮照 这个底片 一台相机 一间暗房 一张张相片 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 香港人的生活点滴和历史印记 任凭小楼之外的城市如何变迁 这一方影视中的珍贵记忆 还将继续典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